多尔滚的下场到底有多惨 被十三岁的顺治帝绝坟鞭尸 段子绝孙 大清第一摄政王 大功臣 为何会落得如此下场 公元1651年 大清摄政王多尔滚 被人从坟墓里挖了出来 整个人被吊在房梁上 用鞭子抽 随后又将他的头砍了下来 悬挂在菜市口市中 多尔滚原本就没有亲生儿子 于是顺治帝便将他的养子归宗 将他家内的所有女眷下人 全顾收归官府 从此多尔滚便是实实在在的段子绝孙 但是多尔滚为大清王朝 立下了赫赫战功 他却先后征服蒙古 击碎大明 招降吴三桂 清剿李自成 可以说大清三分之二的江山 都是由多尔滚亲手打下来的 是满清开国第一功臣 那么刚刚年满13岁的顺治帝 为何要与这样一个功臣过不去 甚至要鞭尸一泄分呢 多尔滚到底犯了什么罪 让顺治帝恨不得将他错骨扬灰 公元1643年 清太宗皇帝皇太极猝死 由于他死得实在是太过于干脆 以至于在死之前根本没有留下 任何皇位继承人的选定诏书 一时之间 大清的皇位出现了真空期 这时候 皇室内部便冒出来三位皇室的正统继承人 分别是皇长子豪格 九子弗林 以及多尔滚 因为兄中帝籍的观念 在清朝时期也是所谓正统 所以多尔滚作为皇太极的十四帝 也拥有皇位继承权 在皇太极死后的第五天 多尔滚开始坐不住了 他认为自己应该去争取一下两皇旗的支持 于是便登门拜访了朝中大臣索尼 皇太极死后两皇旗暂时由索尼带领 结果索尼直接公开对多尔滚表示 支持皇长子豪格 无奈之下的多尔滚 只能等到皇族内部大会的召开 按照当时最具竞争力的两人 实力对比之下 豪格无疑是占据着绝对优势 首先在清军入关之前 豪格有着不下于多尔滚的战功 其次豪格乃是敌长子的身份 第三豪格得到了除了两白旗之外 其他六旗的支持 在豪格的手中 紧紧握着郑兰旗并且两皇旗为了保证自己 在皇帝接替的时候 皇室护卫队的位置不会有变化 所以坚定地支持皇太极的子嗣即位 掌握着两皇旗的李亲王戴善 和湘兰旗的旗主继尔哈朗 也都不约而同地表示 皇位应该由皇太极的嫡子继承 再看多尔滚这边 只有两白旗的支持 在满清那个八旗决定一切的时代 多尔滚无疑是处于绝对的劣势 所以在会议一开始 多尔滚便落入了下风